中国的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威严和富有,皇帝要从各地挑选美女供自己享受,这些女子变成了皇宫之中的女人,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荣华富贵。 但是,他们这些人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是否真的那样奢靡享受呢?答案可能恰恰相反。 事实上,因为常年的养尊处优,事事都不必亲自动手,穿衣吃饭都有人伺候,自然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很差,所以大多都需要汤药来滋补。 故宫就曾经展出过后宫嫔妃们平日里养生保健的物品,古人的审美向来是与金人有着很大的差异,他们对于男子的审美向来是以柔弱书生为美,而对于女子的要求则是以弱不禁风的病态为美。 所以,哪怕是一国中最为高贵的女人们,她们的身体状况也是十分的令人担忧,再加上后宫里的嫔妃人数实在是过于庞大,皇帝一个人也不可能兼顾全部,所以每每就会出现三五年,也得不到皇帝接见的例子。 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常年与寂寞为伴,心里安然神伤,醉事伤人。 这些种种外部内部原因都会造成身体的不适,所以令我们艳羡的古代嫔妃们也各自都有着各自的难处,她们柔弱的身体总是需要大量的汤济丹药来维持。 所以,行动处好像若白柳的婀娜姿态背后也隐藏着无尽的悲心。 清代宫廷的御膳房中就珍藏着很多妃子们平日里禁用滋补的药方,以及制造这些药材的用具。 这些都给后人们留下了揣测那些尊贵女人们的生活饮食,以及医疗保健的机会。 我们从中就能够发现她们的生活依旧不比我们开心,甚至于更加难挨。 这些典藏的药方中还有很多具有益器、保健、安胎等功能,现在都尘封在深宫之中,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 故宫的展览向来不仅是展出了一些文物的堆砌,有时还会对后宫的生活进行细致的描述,一些生活的细节也会再展出之列。 我们在感叹他们生活豪华奢侈的同时,也能够对这个已经消失的阶级有着深入的了解。 其实,古人的生活完全不能与金人相比,毕竟社会在进步,但是古人不同,因为以病态为美,所以就一定要让自己娇娇弱弱,显得可怜柔弱。 那么自然是满足了士大夫们的审美诉求,但是自己的身体却会每况愈下。 就好似《红楼梦》中的例子,很多人都是因为偶感风寒这一类,在我们看来小病小灾中丧命的。 这些世代赞英的大家族尚且如此,那么皇家气度森严的皇宫只会更深于这些贵族之家。 女子们由于自小就生活在贵宙之家,所以娇生惯养。 所以,妃嫔们的平日里的生活自然也是需要大量的汤药来保证生命的延续。 再一个,因为等级制度森严,皇宫之中地位的不同,每一个层次的妃子们用度自然也是不同的。 有着家族支持的有品益的妃子到底还是少数,大多还是些不得宠家中没什么势力的女子。 她们的生活最为可怜,哪怕是声称有着添加气度,自然也少不了受气得病的下场。 为了得到皇帝的宠爱,她们必须要处心积虑的谋划,这样更是劳心劳神,往往还是竹篮打水,毫无所得。 药食就成为她们救命的唯一稻草,想要续命就要时时刻刻都食用这些汤饥。 虽然都是些本草药物,但是对人的身体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。 如此恶性循环,自然也是命不久矣。